好南山人寿并购案延烧 现在的朝野立委很关注了 是金管会在今天要到立法院去做专案的报告 不被外界点名帮入资吃南山的行政院长 无对的公子吴子莲 在昨天他是首度的打破了沉默 他强调说这案子呢跟自己是没有关系的 他说9月的时候他就拒绝了 突然之间呢当了隔回的儿子 不管什么事情总要前瞻过后的 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情 那么除了南山案呢 吴子莲也被引设是在今年4月的日盛金控增值案当中 他帮日本新生银行引进的具有中国色彩的资金 那么吴子莲说他是受新生银行的美国大股东的委托 在台湾这一边找一些资金 那么增值案完全是合法的 否则的话怎么获得金管会的核准呢